珠穆朗瓦峰 雪盖高度海拔8848米 世界最高峰 众多人心目中的圣地 登顶一次珠峰是许多登山家毕生的愿望和骄傲 北京时间5月21日10时50分 中国登山家孙一泉第三次站在珠峰上 成为了有尼泊尔官方记录的 中国民间登顶珠峰最多的人 近日 回到家乡沈阳的孙一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讲述了自己与珠峰之间的故事 说起孙一泉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双重身份 当代艺术家和登山家 这两种看似相距甚远的职业 在孙一泉身上却相互贯通 孙一泉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游化系 在与登山不期而遇后 曾先后登顶国内多座著名山峰 后来再攀登珠穆朗玛峰 此后他的艺术创作与登山的体悟秘密可分 他告诉记者 登顶珠峰自己首先是以一名艺术家的视角 对生活进行观察和思考 而后受到自己所思所想的指引 最后再去攀登珠峰 也因此他三次登顶珠峰 尤其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连续两年登顶 是对他自己思想的印证 并且他将登顶珠峰 视为自己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 目前他的作品还没有最终形成 而为了这件作品 此次的登顶绝不是他最后一次登上世界之巅 我把整个的我的攀登行为 视为我的一件艺术作品 当然这件作品 最终以一个什么方式呈现 还没有最终确定 我还在梳理 也在打磨 也可能是以 食物的形式呈现 也可能是以这个 影片的形式 也可能是以这个声音的形式 等等吧 都没有最终确定 没有确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第三次 我要告诉你的是 他一定不是最后的数字 但是最终我要攀登几次 我也不知道 我也告诉不了你 也告诉不了我自己 2013年 孙逸权被尼泊尔政府认证为 中国从南坡登顶珠峰最年轻的登山家 如今他又是中国民间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登山家 三次登顶每一次都给孙逸权留下了难忘的经历 也让他有了不同的感悟 但是其中对自己祖国的认归感 却一次比一次强烈 此次孙逸权第三次登顶的时间在5月21日 紧急着第二天的5月22日 发生了珠峰通道堵车事件 此次事件一直热议至今 对此作为三次往返珠峰通道 并亲身经历过堵车仪式的孙逸权 向记者讲述了他眼中的堵车事件 堵车本身我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对于珠峰而言 他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比如说12年大堵车比今年可能还要严重 13年我第一次盼车珠峰的时候也在堵 去年18年他也在堵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 只是说今天的互联网更发达了 更开放了 每个人都可以借助互联网 来发一些东西 来评论一些东西 而导致了今天这么一个热度 此次登顶珠峰 孙逸权不仅吸引了国内众人的瞩目 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关注 并与其中一位泰国艺术家进行合作 将其攀登的整个过程拍摄成为了纪录片 预计将在2020年与观众见面